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3月2日 星期四 為期三日的中共二十屆中央委員會 第二次傳媒 即是二中傳媒 開完了 他們通過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接下來 以黨 治國 因為 因為 中國 體系 分開黨務 以及政府兩樣東西 一個省 有省長 有省委書記 省長是管一些行政 經濟各方面的實務 黨 省委書記是管黨務的 當然黨 大於國 省委書記是大了省長 現在 現在 出現了一張國務院 完完全全要拆骨 裏面很多東西會剝離 最重要是大家最記得了 國安和公安 就會剝離國務院系統 現在 有 左媒 星島日報 引述消息 其實就是 上面借他放風 說港澳辦 有機會 擴大他的規模 有機會就是 直接 勾出來獨立 變成一個 向中央直屬的機構 不再提訴國務院 即是國務院總理 或國務院 不再管香港的事 而港澳 由一個港澳辦 一個新的港澳辦 去管理 當然 港澳辦 接下來 大家都會覺得 是不是要用黨來控制 不用想了 絕對是 這節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 變相 就不是港澳辦 而是 由 習近平旗下的錦衣衛 直接 控制 直接接管香港 我們這節跟大家分析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看法 在說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我們乘以邀請經濟去開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記得多點留言 說回 上個月 我們在 1月 1月28日 黑池的網聚 我們開了一次閉門會議 但是會議由於 只有兩個半小時 我們太多話題 說不完 那麼我們 現在 打算開了下半集 下半場 時間定了 三月18日 在曼城 我們預訂了救世軍的會堂 我們會用電郵通知 上次有來的朋友 如果新朋友想 臨時報名也可以 因為他提供 救世軍提供80張椅子給我們 所以名額是80個 大家如果要個別報名 就向我們報名 這次是 沒有費用的 因為 我們 給租金 沒有任何的食物 可能有支水 其他東西就大家自備了 說回 這次 二中全會 在北京 舉行 他們主要是討論 習近平 受政治局委託的工作報告 什麼委託呢 他們 審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 向全國兩會推薦的國家機構 以及全國政協領導人員 人選 建議的名單 審議也通過了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方案 同意將方案的部分內容提交在星期日 即是 開幕的14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審核 中共中央星期二在中南海舉行民主協商會 聽到也覺得好笑 向黨外人士通報二中全會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 中共二十大對黨 這個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作出重要部署 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完善黨中央 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 即是黨中央 直接去 干預一些 科技的工作 優化政府職責 以及 組織結構 完善黨中央決策 以示的 協調機構 優化機構編制資源配置等方面提出明確要求 嚴格來說就是 中共 這個黨務 要全面管治 國務院 國務院 以前是技術官僚 主要是 北大清華畢業 然後慢慢慢慢做一些 實務的事情 做經濟 各方面民生的事情 現在 由黨棍 直接領導國務院 習近平說 今次機構改革 突出重點行業和領域 針對性比較強 力度比較大 銷球面比較廣 觸及的利益比較深 糟糕了 聽到他講的話 大家 如果大家是 坐車就在拔著 安全帶 看看有沒有鬆道 隨時 車位人亡 甚麼叫做 對重點行業 針對性比較強 要加強管制 力度比較大 要加強打壓 涉及面比較廣 遇到棍佔 人人有份 觸及的利益比較深 要每一個 跟習近平的利益無關的 全部被打擊 社會關注的難題 社會經濟發展 會產生重要影響 機構改革強調 加強 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統領 未公佈內容 大家覺得已經很嚴重了 這些內容未實際公佈 很快 今個禮拜開幕 下個禮拜大家就知道很嚴重了 如果有股票就趕快拋了 這一論改革 將強化中共對國家安全 科技 金融方面的領導 國家安全派第一 科技和金融只是派第二 第三 科技是用來監控人民 金融 是中共用來養自己的法寶 但是 國家安全派第一 這個是很嚴重的 這次 有港澳人士 向星島說 過去三年 香港政治生態發生巨變 改革應該涉及港澳領域 絕對是 19年大家都知道 爆發時代革命 港澳這個協調小組 當時其實就干預不多 接下來 就會 加強要干預 我們分析一下 港澳辦直接由中央管理 不再歸國務院 港澳辦接下來就會直接向中央負責 中央當然是習近平一個人負責 習近平直接派人來 去 接管香港 因為到時 香港 當然受中聯辦領導 中聯辦由港澳辦領導 現在我們會看到 上面 爭位爭得最重要的 就是內務委員會 這個內務委員會基本上比中紀委更加 更加 大權 應該就是那個 職權 是在中紀委 即是說他 生殺大權 我們用東廠 來形容這個 內務委員會 而他派來香港的 應該就是錦衣衛 錦衣衛是誰呢 現在暫時未知 但是 肯定 就是以國家安全 這個名義 去 管治香港 香港以後 經濟不是優先的 不是跟你說第一優先 主要就是講國家安全 甚麼好 都不用 重點了 重點就是要 講國家安全 好了 現在就說如果港澳辦 會升格 當然要擴大他的編制 因為要 對香港、澳門 全面領導 至於怎樣全面領導呢 大家都知道 是各方各面 他們都要領導 這件事其實也挺嚴重的 當中央甚麼都要管的時候 大家可想言之 其實 我想 香港地也沒有甚麼運行 現在大家知道 國安公署 處長 暫時是誰呢 未知 因為 現在的國安公署調去做中聯辦主任 接下來習近平一定會派他自己的心腹 下來 掌管國安公署 因為 鄭雅雄其實不是他的人 也不是他馬防的人 所以 未必 他未必將最大的權交給他 接下來派誰下來 我們也會去收下風 看看是派甚麼人 然後 港澳辦也會大洗牌 接下來 管治香港的隊伍 肯定 就是換了習近平的人馬 原先 有江派背景的 我想全部都會被人 踢出局 最害怕的是 以前跟江澤民 或者江派 那個關係比較好一點的 我想 將來當然是嚴重的 估計這次之後 李嘉誠 可能又會加快在香港賣資產 因為 現在要 直接伸手下來香港 香港最大的利益 其實就是在地產 大家可想而知 接下來會有甚麼 發展 我看不到香港會有很大發展 以前 有人說明日大嶼 其實有機會是 強行推的 原因就是明日大嶼 就是香港地產 重新洗牌的一個 大招 踢走本地地產 由他們的大陸地產 或是他們自己 屬意的地產 地產商 來 接管 或是來 擴大他們的市場影響力 也不一定 當然啦 政治方面 越來越收緊 不會放鬆的 一定是收緊多於放鬆 那這位置說 怎麼會放鬆呢 好了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留意 事態發展 看看最新有甚麼公佈 再跟大家詳細報導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張誠偉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